好的电影改变你的认知 欢迎大家回到看电影了没 我是K猫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 用生命清理垃圾的故事 竹风轻盗夫 这部电影是K星人本杰明推荐的 么么哒 珠穆朗玛峰位于中国与尼泊尔的边境线上 是喜马拉雅山脉的竹风 也是世界最高峰 自从1953年 探险家爱德蒙希拉里和登山向导丹增诺盖 成功登上珠峰 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后 这座海拔八千多米的雪峰 便成为了探险家们想要征服的世界之巅 征服珠峰是勇气和力量的象征 然而对世代住在珠峰脚下 兴奉佛教的夏尔巴人来说 珠峰象征着神圣 可是自1953年之后 珠峰就变脏了 平均每年有接近一万多公斤的人类排泄物被留在山上 而在海拔八千多米的死亡地带 有超过150具登山者的尸体 4万多公斤堆积如山 难以降解的垃圾 以及12吨石 它们暴露在日光之下 经过风吹日晒 缓慢降解 正在污染供养着超过10亿人口的冰山水源 这些垃圾之所以留在山上 一是因为登山者为了生存 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将垃圾携带着前行 二是人们总以为会有专门的清理人把垃圾带下去 连夏尔巴人有时候都会不得已把垃圾炉在山上 那么征服珠峰的梦想实现之后 这满地狼藉将由谁来处理 不是受益于珠峰产业链的尼泊尔政府和西方探险公司 或者旅游代理公司 也不是想要征服珠峰的梦想家门 而是世代生活在珠峰脚下的夏尔巴人 他们既是冒着生命危险的灵路人 也是交付姓名的清道夫 2010年夏尔巴人、纳姆加尔和查克拉 发起了一次清理珠峰的公益行动 行动虽然得到民间出资 但由于经济不景气 赞助勉强购 即便如此 还是有很多志愿者加入 他们要守护珠峰的圣洁 还他一片净土 纳姆加尔出行前 特地佩戴了保佑平安的串珠 因为珠峰上天气多变 环境恶劣 清道夫们不得不做好交付生死的准备 行程从卢克拉机场开始 经过珠峰大本营 短暂停留之后 再继续攀登 向一号营地和二号营地进发 他们要在二号营地停留一个月 清理附近到山顶之间的垃圾 他们抵达珠峰大本营时 营地已经驻扎了一千多人了 站在大本营 视线可及之处 竟是裸露的石块和堆砌的垃圾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珠峰在渐渐消融 拍这个纪录片是他们上山前临时决定的 他们得到了一台捐赠的相机 却没有能够随行的摄影师 于是任务交给了一个叫做普尔纳的队员 整装待发之后 团队还需要进行保佑登峰顺利的普加仪式 高山上的喇嘛 还为队伍制作了专门用来祈福的夺马 除此之外 他们还悬挂了金帆 用一项祈祷者们传递负责 向一号营地进发需要穿越昆布兵铺 这是一片移动的冰川 也是珠峰上几个最严峻的危险地带之一 因为白天气温高 可能导致巨大冰裂缝 所以他们只能在凌晨两点起程 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 队员们穿着高山靴 牵着线绳 在陡峭的山壁上步履为先 有时候还得借助步梯 由于被绳子绊倒而导致骨折 从而在风雪中丧生的案例比比皆是 乱动线绳成了他们的禁忌 在纳姆加尔潘巴的时候 留在大本营的查克拉 对常年坚守在珠峰大本营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 工作人员见证了珠峰水之日益变差的过程 也看惯了在珠峰丧生的攀登者 以及不断被清理出的断壁残肢 正说到这儿的时候 雪山上突然爆发了雪崩 轻浮的冰雪一股脑地进了山间凹地 营地的人员自然无视 然而正在穿越昆布冰铺的团队 却面临巨大的危险 许久之后 营地才得到了消息 在刚刚的雪崩之中 有三名登山者不幸遇难 他们的身体将永远地被埋葬在冰雪之中 而幸存下来的队员们 则无一不为他们此刻的留存 而感到十分感激 行动仍在继续 后面的路途更加艰险 这回 队员们不仅要攀爬陡峭的山壁 还要背负巨大的信囊 通过一架架横斥的步梯 穿越凶险的峡谷 一路心惊胆战 他们最终抵达了昆布冰铺的尽头 也到达了一号营地 这只是第一个目的地 接下来 他们要前往海拔六千多米的二号营地 二号营地处在一片冰原之中 这对于队员们来说 是个歇脚的好地方 他们打算将大部队驻杀在此 后援队伍将在剩下的一个月里 往返于二号营地和一号营地之间 搬运生活物资 而登山队伍则兵分两路 一路留在营地 清理大批探险者 在南澳附近集中留下的垃圾 另一路则跟随纳姆加尔 前往更高处的山地去清理垃圾 并带回两具登山者的尸体 在这期间 驻守在营地的队员们 只能依靠冰川涌水 进行水源布局 然而水源早已被污染 高山上的污染物 尤其是粪便及未处理的尸体 其携带的病菌 已经扩散到水源之中 有些队员因此生病 而纳姆加尔这边 也面临着不小的难题 他们要撤回瑞士登山者 吉亚尼戈尔兹 和罗斯登山者 塞尔哥杜吉诺夫的遗体 这两项活动绝非易事 因为两位登山者皆是丧命 于八千多米的山峰之上 而通往那里的山路十分陡峭 到处都布满了滑溜的尖兵 个人从中往返尚且困难 更何况要脱回 已经冻结的沉重尸体 在登山途中 有几名队员 因为风雪肆虐而受伤回营 有些队员亲眼目睹了 沿途不幸丧命的登山客们 他们就这样以死亡时的姿态 倒落在冰雪之中 甚至连表情都被这冰冷的天气 永久地封存了 雪山是神圣的 谁都没有权利把尸体留在这里 可是如果煽动尸体 有的家属并不会同意 亲到赴门还可能因此触犯法律 而真正面对尸体 也是个不小的考验 同行的小伙子 就因为突然看到 那位俄罗斯死者的尸体 被吓到了 最终只能是纳姆加尔 一个人搬运这具尸体 尸体已经被冻进了冰雪之中 死者死于疲惫和缺氧 纳姆加尔花了两个小时 用冰稿一点一点敲碎 似着身上的尖冰 而他的体力 也在一点一点地耗尽 这之后 他还要拖着接近400磅的尸体 在冰山上徒步行走500米 最终 他在返回的路上 因为精力耗尽而陷入昏迷 幸亏上山寻他的队友 及时赶到 唤醒了他 虽然纳姆加尔 曾经六次征服诸峰 但是他也承认 这几乎是他登山途中最为惊险的一次经历 纳姆加尔恢复之后 队友们又重新开始了遗体撤退 他们将尸体用坚硬的设备保护起来 然后沿着绳索和扶梯 将遗体慢慢拖回二号营地 这之间的每一个步骤 都不能有任何差错 否则遗体将会在陡峭的冰山上 转然滑落 就再也找不着了 最终 队友们成功护送两具遗体 回到了营地 这时候 直升机正好赶到 返回珠峰大本营的路途实在太远 搬运遗体 只得用直升机 可直升机的飞行 也异常艰难 因为螺旋桨 在稀疏的空气里 无法正常工作 这使得驾驶员和飞机 随时都有危险 为保险起见 飞机将两具遗体 分两次运输 带回了珠峰大本营 两具遗体成功运回之后 纳姆加尔的登山队伍 还不能离开 他们又攀上了地球之巅 这个海拔 8800多米的高地 这儿的氧气含量 已经骤降到 海平面的30% 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他们要在这片 终极死亡区域 做最后的清理 他们回收了 已经风干动力的残肢 废弃了金帆 以及丢弃了氧气罐 然后将它们捆绑打包 再一步步撤回 二号营地 从二号营地撤回大本营的行动 甚至比进发时更加鲜难 因为每名队员往往要背负 25到50公斤的垃圾 在二号营地和珠峰大本营之间 不停往返 这段撤退 没有机械 没有工具 只有孤苦支撑的人力 他们要带着这些巨大的行囊 再次爬过冰山 跳过悬崖 穿越冰铺 第一个结束搬运返回大本营的是队员龙多吉 他一落下行囊 就奔进厨房 找了一杯印度茶 在山上这么多天 他已经太久没有喝到过一杯干净的饮料了 随后 剩余的夏尔巴队员也一次返回 这次行动 他们总共从死亡地带 带回了一万八千多公斤的垃圾 也清理掉了垃圾集中地 南澳附近75%的垃圾 另外 两位不幸遇难的登山者的遗体 也最终回到了故里 得以安息 庆功宴上 纳姆加尔和队员们 已经切开了 已经被动的有些坚硬的蛋糕 他们要庆祝这一次平安归来 在生死之旅上 他们只能为幸存 欢呼雀怨 无力为死亡 悲天悯人 不久之后 纳姆加尔和查克拉 又召集了马拉松比赛 他们募集到八十名志愿者 这些志愿者将充当 这次清道夫行动的最后执行人 他们将垃圾分成小袋 再随身携带 分至终点 纳姆齐巴扎村进行垃圾降解 至此 这次行动算是圆满结束 然而这也就意味着 下一次行动即将开始 而这将是纳姆加尔和查克拉 毕生的工作 他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证明 真正的男人不寻求征服 真正的男人只努力开路 即便为此交付生死 三年后 纳姆加尔在登顶珠峰之后 下山途中不幸去世 直升机驾驶员 萨宾·巴斯尼亚特 在一次珠峰营救任务中 直升机坠毁 不幸身亡 他们至死 都在践行自己的诺言 佛说 不用理会他人的过错 他们的所作所为 以及他们未来要做的事 只专注自身做了什么 以及未来要做的事 而我们当下即未来要做的事 正如那句谚语所说 除了照片 什么都不要拿 除了时间 什么都不要偷 除了脚印 什么都不要留 好了 我是K猫 接下来你将看到 19年的台词日历 扫描以上二维码 进入开心人的店 就可以购买这本 台词日历 我们下期再见